Hello,大家好,我是十三,一个爱哑花的人 今天继续来看三角梅 我面前有两盆三角梅 这盆是张红莺 这个品种我是讲过很多次 它非常清花 但是现在我这颗苗是很歪 等于快要倒了 快要倒,我现在很难浮起来 我怕把它搬断 因为这个是被台风吹成这样了 然后这颗苗从我上次开完花以后 复花,现在复花的时候 我是根本没处理它的 也没有管它 它现在基本上也没有用叶面肥 我可以告诉大家 也没有用叶面肥 但是现在它的叶子有点红了 可能是后劲不足了 它的肥没有肥了,后劲不足了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给它下肥 但叶面肥不能下 埋到灌根的肥料 薄薄的是可以下一点的 如果想让它继续这样 开得久一点 还是可以给它添一点薄肥 但是肥不能多,后期我会处理这个 今天我们就是讲两个品种 因为有话有问过 想让我出一个这样的视频 所以今天我又来出这个视频 还有就是朋友们说过 为什么它的这个张红鹰颜色没有我这个深啊 一个可能是视频效果吧 但我本身看上去 是这个比较深 有些朋友拍给我的照片 我发现了 我总结了几个原因啊 一个就是光照啊 光照非常关键 一个可能是温度 一个光照一个温度 还有一个可能是肥料啊 这三个问题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自己用的什么肥料 然后光照多久 光照是最重要的啊 大家自己看一下 然后这盆是一盆口红啊 大家因为有花友让我做对比 这棵呢 我也没有怎么管理 很多花友说我 实在你的花子们 就是开的是很爆 但是有时候这个珠型很难看 为什么会不去把它整理好看呢 其实不是我不想整理好看 因为有很多朋友在要这个纸条 有时候本来好好的 他要 他说哎呀 给你磨了半天 让你剪一根 那你不剪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盆栽的话 枝条是非常细的 大家看 但有些朋友 他要 所以我没办法 我偶尔给他们搞个 剪个一两根 所以说导致这个 有的珠型就很难看 这颗口红本来是两种颜色 但现在 我这边温度算降嘛 是降了一点 但不是很低 大家知道我还穿着短袖 这边温度不低 但是这次它复花以后啊 现在变成一种颜色了 没有红的了 全部是白的 别人以为是白袖公主 其实不是啊 这是一份口红 具体出现这个情况是什么问题啊 我们还要观察 我怀疑是跟温度有关系 我怀疑是跟温度有关系 这个我还不太懂 我到时候问一下别的花友啊 因为他养这个三角梅 养的比我久一点 所以说我还要问一下别人 今天我也就是说 把这两盆花拿来给大家看一下 做个对比吧 这两个品种呢 我说的话都是情话品种啊 都是情话品种 在我这边的话 基本上它是一直在开啊 特别是这盆章 这盆章红 很多朋友看过视频的就知道啊 一年四季好像它都没听过 一直在开 所以说非常优秀 大家养的话 如果地方不够大 就养这盆 养这盆 如果地方够大的话 我建议这盆也可以养一养啊 各有各的特色 它的开起来是不一样的 这个基本上是一半红一半白 就是很明显的 那时候 现在它全部可能白色了 这个就是红白相间 所以说各有各的特色 今天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吧 我是十三